花莲人很熟悉的巴基鲁也就是面包果树 能够让台大生命科学院的植物标本馆 拜祷探究它的生态历史之外 也结合了花莲观光场场的设置教育推广中心 光复展示馆要来探究推广巴基鲁的生态产业 而18号上午展示馆热闹接牌了现场灌溉运期 地方各机关首长、台大教授等产观学界代表 共同拉下红布条 全台第一座以巴基鲁面包果树为主题的展示馆 正式接牌对外开放 我们在植物标本馆在这几年 有做不少跟植物相关的一些推广活动 其中最早的一个就是大概在89年前开始 那就是以面包树当作主题 然后一个面包裹结 那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机缘 然后可以做一个推广之后 就做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推广 所以面包树对于我们的推广教育来言 是有一个蛮重大的意义 花莲人在熟悉也不过的面包果树 广布在泛太平洋岛屿 台湾则是分布在东部以及兰宇 被阿美族人称之为巴基鲁广泛运用 食用及使用 也成为了花莲独特的饮食文化特产食材 花莲观光堂场 特别结合台大植物标本馆 共同设置巴基鲁推广教育中心展示馆 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广巴基鲁的生态产业 我希望这个馆的成立当然未来会有解释过 会来这边 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解剖员 也要麻烦这个来训练 然后可以来解剖这个馆 其实这个馆的成立对花莲观堂场 也是一个丰富内容的一个 当然也希望说将来 这个基地的成立希望能够推广 让它最好能够再变化 每年七八月份 阿美族称之为把基鲁的面包果树进入产季 除了饮食之外 现在也能发展第三级产业 结合在地产业观光来发展 受邀参加接牌仪式的县长 许正会也高度支持达立赞许 这个面包果可以把我们泛太平洋地区的民族 把它连接起来一个生活的共通性 我们一定要把面包果成为花莲的特色农业 那在一级的部分二级要怎么做 所以现在我们连三级的观光产业都来了 所以这个真的很值得 全国唯一可以发展的地方 花莲来做我们的特色产业 所以在这里我想无论是学界 或者是我们的工部门 以及民间我们都可以共同参与 让它从地方创生把它做成一个观光产业来 县正部也从去年开始支持推办 花莲面包果树节 推广巴基鲁面包果树生态产业 现在又有台大植物标本馆等学界的研究注入 让再频繁也不过的巴基鲁要生成为 新兴产业的明日之星 光复糖厂面包树教育推广中心 光复展示馆街牌对外开放 也欢迎大家前来参观 共同认识花莲特有的巴基鲁生态产业 记者石玉兰光复採访报道